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早盘的时间 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 昨晚欧美股市的上盘情况 昨晚欧美股市的涨跌参半 下跌的股票多一点 像俄罗斯、墨西哥、瑞士、南非、西班牙、纳斯达克跌的比较多 纳斯达克跌了0.69 然后是英国富士100跌0.64 德国跌0.45 标普500跌0.34 法国跌0.21 道琼斯微幅上升0.05 上的比较多的是布洛迪海指数 波兰、奥地利、巴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亚太地区的开盘情况 亚太地区今天开盘也是涨跌参半 上的比较多的是韩国、印度、新加坡 跌的比较多的是菲律宾、巴基斯坦、新西兰 那目前马股的情况呢是小幅下跌 在今天的早盘出现了比较大的一种杀跌 那么最终在什么时候呢 最终在9点50多分 在10点14分之后呢开始转上 所以说行情呢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面临着今天的1562点的一种突破 在昨天晚盘的时候呢 有给大家去提示 因为收了一个急扬 所以说今天出现调整是很正常的 大部分前为止呢是一个十字 如果说到下午2点以后呢 能够突破刚才讲这个1562点就是比较好的 那从趋势的角度来看呢 目前的上升动能呢依然在增加 只是呢就是说下边的庄家增仓比例非常小 所以说趋势依然是OK的 但是今天上升的动能就有所减弱了 尤其是下边庄家呢 就是没有增加那么多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接着到目前马股的一个盘面特征 马股目前呢是收市在1559.12 下跌了2.72 跌幅在0.17 其中时间上升的股票是350只 下跌的股票是513 平盘的股票是392 前面有跟大家说过 像前面出现的industry products 以及这个financial service property 在前面两天呢有出现过领账马股的情况 跟大家去解释了 如果说能够连续三天领账马股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认为它是个热点 但是这两天你发现 这两个行业呢就开始出现下跌 今天领账马股呢 依然是healthcare 今天领跌马股的像这个financial service 跌了比较多 以及呢 昨天领账马股的industry products 跌了1.70 所以这两个行业呢 就目前出现了调整 接下来还是要看一下healthcare 因为这个行业确实是太强了 在healthcare里边来讲呢 你就发现这个小盘股今天涨的还是不错的 尤其像这个careplus啊 一直没有出现买出点啊就还是不错的 然后以及呢这个7106呢 跌的比较多啊前面今天呢出现了买点啊 趋势网又翻红了 庄家呢就是连续三天呢也在增仓 所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介绍点 那像0163来讲呢 其实今天也是出现了买点啊 如果说你看60分钟图的话 可能会更早一点 在60分钟图里面呢 其实在昨天的10点呢 就已经出现了买点 当时的价格是一块一毛多 现在一块七毛多啊 账幅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啊 如果说你有手套股的话啊 尤其是像刚才那些没怎么起的 就是像比如类似的这个0155啊 或者说呃这个这些股票是吧 它为什么跌了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庄家的大幅减少是吧 然后庄家减少 然后倒数蜡烛也翻青色了 那您的股票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庄家是已经跑路了呢 还是在加仓呢 还是说它的趋势力啊 非常非常强势的 如果是你想要知道的话 可以发送你的股票代码到下面的联系方式 我会通过六彩神龙和趋势王给您做一个讲解 好了 那么今天的早盘几期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